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主动方这个儿子呢 去年五月离婚 近期有想再婚的打算 而父母却不同意儿子再婚 以为这个儿子办理单独户口为有 拿走了儿子的身份证 一直没有归还 儿子认为自己已经离婚 再婚是合情合理的事 而当年儿子离婚之前 就结识了现在交往的对象 父亲认为很可能是这个人 导致了儿子离婚 这个人之所以能看上儿子 是另有所图的 儿子的婚姻父母该不该干涉 父母的担心儿子能否理解 第三条解释正在调解 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晓彤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儿子马上要结婚了 这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 可是今天来到我们第三条解释 进行调解的这一家人 非但高兴不起来 反而因为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前不久家住丰台区的王先生 找到第三条解释 说他和他的父母发生了矛盾 我想通过父亲那里 把我身份证和户口本要回来 是属于我的都要回来 王先生告诉我们 自己的户口和父母在一起 户口本平时由父亲保管 而身份证一直是自己保管 父亲以为他单立户口为由 拿走了他的身份证 直到现在都没有归还 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想让把我的这个户给单挪出来 可是后来过一段时间 我找我们当地的片奖 我问了一下 说现在我们那边的户都挪不出来 因为我们那拆迁了 后来他跟我说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爸 我说这户现在挪不出来 我说挪不出来 您就把身份证给我 我说我这么大 没身份证不行 我说到哪都查 是不是 我说而且您拿的也没用 完了之后来 他这个说我给不了 身份证属于王先生个人 王先生要回身份证 无可厚非 可是户口本却是全家一起的 王先生要户口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记者的追问下 王先生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您近期还是说有结婚的打算 对 所以说想去要这个 用这个户 要身份证用户口本 儿子要结婚 这对父母来说应该是一件高兴事 但当记者采访到王先生的父母时 父亲却有另外一番解释 你跟我那要户口本 我不能给你一个人在什么地方 所以咱们经过调解事 咱不怕给人添麻烦 人家也是为咱们俩好 咱把事都说清楚了 父母为什么不给儿子证件 父亲说的究竟是什么事 王先生的母亲面对镜头 说出了一个让我们始料未及的事情 赛导人说我们家特别和睦 然后他姐夫炒菜 他帮我跟他特别和睦 原来王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两人已于2014年离婚 现在王先生想要再婚 却糟蹋了父母的反对 你离婚我也管不住你 有法律呢 你再结婚 这还不如我管的事 因为你以人成人了 走向社会了 但是最起码我得了解对方吧 我是你父母 你不让我了解得到 这户口本身份上 我绝对不能给你 为什么要怕你上当 是不是 就这么迷迷马虎的 我这么大合不加产 我将来怎么办 王先生一心想要结婚 而父母则有他们的担忧 一家人究竟为何闹得不可开交 第三调解室 特邀人民调解员刘月鑫 胡苏安 心理专家赵维刚 律师秦威参与本次调解 主要来第三调解室 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通过咱们的栏目 来解决我和我家里的这点矛盾 什么矛盾 我想叫我父母 把身份证户口本 属于是我的东西给我 身份证户口本 对 在哪里现在 在我父亲那 你最近是要求父亲 来规划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是吧 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态度也没说出别的来 就说那个给不了 给不了为什么呀 我不清楚 您没问过吗 这俩也牵扯着好多事 然后他但是他也没跟我提过 以前这些事 他就说现在这个身份证 说给不了 说我不是有一个吗 我说我有那个丢了 我说我主办的这个 这个现在在您那呢 我说我这么大人 这个我出门在外 这身上都得装上点身份证 而且我现在用户口本也有用 我是用一下 不是一样 用什么 用他干什么 我用户口本 我去领结婚证 领结婚证 对 我是离婚了 离婚了打算再婚 对 是吗 对 离婚之前的那位 是因为什么 是感情不合 还是 好多年了 感情不合 找了 你还离婚你 在前妻采访过程中 王先生告诉我们 2003年 自己经人介绍 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个妻子 两人于2004年登记结婚 一年之后 妻子便有了身孕 可是由于妻子的疏忽 孩子最终没有保住 就说白一点 因为死了我都要离婚 就是这种感觉 我是出去玩的 或者怎么着的 去唱歌的 认识的 也认识别的人 别的女的 后来我给他打 使这个号 我给打过去了 打过之后 我听是一女性的 我说你抽机 你上公园来一趟 我想跟你聊聊 怀了七个半月了 然后他看那个生育书 做一些这个孕妇做的动作 然后把腰揪了 揪了以后呢 这个我不懂 我也不知道 我回去以后 他跟我说 说不舒服 完了到了晚上 这孩子就等于在家里 就无意中 就已经掉了 王先生说 自己之所以提出离婚 也是出于无奈 就说五年了吧 这一直乔和饼吃的呀 我给他熬中药 确实吃了这个中药 确实好多了 而且我感觉到夫妻 俩人过日子 妈妈婆婆侃侃就出来了 我心里就产生压力了 我说不行 咱们就离婚吧 然而让王先生 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和前妻的关系 却成为了自己和父母 产生矛盾的开始 孩子没有了 他是有甲抗和心脏肺血 你结婚的时候 人家身体是挺好的 都检查过身体 还说瞎话呢你 然后一直带着瞧病 瞧了有四五年吧 然后也用药盯着 后来这个 慢慢的 王俩感情就有点大了 完了是 我就跟他提出过 要分 他呢 他 他没跟我提出分案 他同意吗 当时 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 对 妻子酒病在床 使得王先生 切身的体会到了 生活的压力 而面对这种压力 王先生选择了逃避 我呢 当然心情反而受到压力 我是出去玩的 或者怎么着 去唱歌的 认识的 也认识别的人 别的女的 从心里也安慰我 我心里也慢慢的 听人家说话 再加上我跟他聊天说话 就感觉不一样 我呢 总归是跟我 这个前妻过日子 我跟他就是 等于在心里的 就是确实过不下去了 我父亲跟我这的 也就是 三番五次的来劝导我吧 然后呢 我呢 当然我年轻 我也有我自个儿的 追求和想法 完了事 后来我跟我父亲 也说过 我说这样的不行 您的儿媳妇 就是第一次流产的时候 他们就关心了 我之前那么好 对 嗯 这点是 在对王家父母的 采访过程中 每当提到儿媳妇 王先生的父母 总是赞不绝口 中国当中啊 咱们要挑点 洗个头呢 都挑不着 特是特别平坏 孝顺老家 后来怎么又有了孩子呀 这个是我父亲 就是说 在劝导我的同时呗 说这个不行 就是说 你们就是要个孩子 就是对于他们的想法 老人的想法 我心里说 就是说 有了孩子 没准说 能让我这心啊 收住一点 没准脸上感情还会好 嗯 可是我就感觉着 就是说 既然吵 吵得这么厉害了 我本身我就是 就说白一点 就是死了都要离婚 就是这种感觉 死了都要离婚 因为我跟他没有感情了 一点感情不存在了 我这些年跟他结婚 这些年我受的刺激不小 什么刺激啊 本身孩子就没捞住 他又闹一身病 我就心里的 我就 刚结婚的人 我肯定心里不舒服 这样的呢 后来这个 我父亲就是说 跟我说啊 说你不行 你就就是说 你们看看 要个孩子吧 我说孩子或者大人 我说他吃这么多年 要了是吧 你一直在静养啊 我说要是说 这个孩子大人 有一方要不行 怎么办呀 我说这不是让孩子 受跌链了吗 他说孩子大人 要有一方不行 你们没有感情了 也可以离婚 身体不好 谁结婚都是为了 宽敬接代嘛 就等于说 后来您觉得 在结婚六七年的时候 就感情已经不好了 这已经不好了 你出现第三者了 是不好了 对于儿子所说的 离婚理由 王家的父亲并不认同 他老说他跟他媳妇之间 没有感情 这感情怎么没有的 他具体说不出来 他现在应该说来讲 说句不好听的 他整个让这第三者 给他咬住了 而到后期是通过 什么方式离得婚呢 我去法院起诉的 法院起诉 对 第一次是 他们去法院起诉我 要给每个月 给孩子抚养费2000元 我没给过 第一次是法院 当法院起诉您是吗 对对对 他不招架 挣钱不知道到哪去了 到现在也没交过家 一个婚女带不给孩子抚养费 能不起诉你吗 为什么呀 说我不给孩子抚养费 因为我一直在外边上班 我没回家 因为俩人感情不合 就不想再带 你就不回家了是吗 对 即便有了孩子也不回家了 对 现在我也在外边 说给2000块钱 然后我今儿挣工资有限 完了事 我说给不了 法官问我说 这个一直给过钱 没有 我说给到给过 但是没提说是什么钱 因为我没有离婚当时 这是第一次去法院告我 然后打这个呢 我心里的还是有个疙瘩 我就讲着 既然没怎么着 现在也没说怎么着 我也没离婚 我为什么要给孩子抚养费呀 完了这次呢 是我父亲可能是撤诉了 您没起诉过离婚吗 我起诉过 等后期 我就说我在外边啊 过的日子也挺 也挣工资也不多 吃也吃不饱 睡也睡不好的 心里总是有着疙瘩 然后呢 我就想着 跟家里人还是说这点事 要离婚的事 家里人呢 反正一直还是反对 反对呢 我最后还是 去起诉了 去起诉了 反正判决的呢 第一次判决就是 小姐 就没那啥 没判 然后隔了半年又去起诉 还是没判的 然后第三次 判了 判的什么 就是说也是调解 这个 结果就是 我每个月要给我 归年一千元 我起诉上面写的是五百 他跟我要一千五 我给的是一千 第二让我给他 经济补偿款五万 经济补偿款 补偿什么呀 我不懂法 我不知道 就是说他跟我提的要求 是给经济补偿款五万 我当时我就想啊 既然一次两次三次 当然那第三次要离不了 我还会起诉 但是这第三次呢 就是说 我听着他也说 就是这样了 也就离 完了事 我想既然能离婚 别说说这个 该点钱 我感觉也应该的 也这么多年 也对不起人家 他也对不起我了 这都不说对不起的了 我就假如夫妻两个人 就能离了 就能离了 对 我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该点钱 那无所谓 就给这么说 经济补偿款五万 但是这钱我也没给他 还没给他 没有钱你用 还没给他 对 我跟法官说 我说我没有这钱 因为我家里拆签了嘛 我得等这个拆签的这个钱 给了我手里的 什么时候的判决那些 这个是 2014年5月9日 那判的第一项 一个月一千块钱的抚养费 给女孩 你履行了吗 对 履行了 每个月在旅行 对 就打离了婚以后 王家老父亲告诉我们 当时确实有一处宅基地拆签 获得了100万元的经济补偿 王先生原本想着拿出一笔钱 用于支付离婚的补偿款 但是王家的父亲 却让儿子打消这个念头 王家老父亲告诉我们 自己已经对儿子失望透顶 在他看来 自己的儿子 其实是在逃避离婚之后 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王先生的孩子已经三岁了 在离婚协议里 孩子判给了女方抚养 面对法院的判决 面对自己亲生骨肉 王先生究竟是什么想法呢 就说白一点 血漏都要离婚 就是这种感觉 我是出去玩的呀 或者怎么着的 去唱歌的呀 认识他 也认识别的人 别的女的 后来我给他打 使这个号我给他打过一套 打过之后我听是女性的 我说你抽机吧 你上公园来一趟 我想跟你聊聊 我就担心这些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 赶紧把事解决了 我要身份证和护卧本 我当然也有我的想法 我出来这么长时间 我也想家 我也想对我父母 起点孝心 但是我的孩子 总结是盼盖我的前妻了 我每个月给孩子 扶养这一千块钱 我工作能力有限 挣钱不多 其实对于我个人的想法 我要我身份证 我再挺个家 我该照顾我父母 照顾我父母 我得做到做儿子的赡养衣服 对孩子这儿的 我感觉着能坦坦坦坦地回家 能跟孩子好好玩会儿 我不希望说我回到家里头 都吵着我大眼灯飘眼的 没有话说 而且我感觉着如果说这次在结婚 应该对于我 还有我们家里的应该有所帮助 不可能之后回来我这个家 您去看过孩子 多久看一次 兜里有钱了就看 兜里有钱了就看 去了就给钱了 去了不给钱 我每个月定期的是 发了工资以后 给孩子抚养费一千块钱 然后就是说手里还有点钱 然后去了以后给孩子买点吃的 但是不给孩子手里钱了 大概会多长时间去看这一次 大概半个月一个月吧 半个月一个月的去看 有的时候不到一个月 有的时候就是两礼拜看一次 你想他吗 挺想的 挺想他的 王先生表示 自己很关心孩子 在离婚之后 也经常去看孩子 但王家父母 对于儿子的说法并不认同 他们甚至认为 儿子对孙女并没有感情 他不是说进回家看他闺女去 他说有时候他进去找他弟弟 没事就他闹会儿 那回他回去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还不瞧着你闺女去 你闺女都想你了 他那意思就是说不愿意瞧的原因是什么 法院居然判决了 说这闺女说有这前妻抚养了 他就不想说再瞧着了再抚养去 所以我看也成不看也成 谁管不着我 他根本就不在乎他那闺女 不在乎 在采访过程中 王家老两口告诉我们 当时老宅子拆迁时 他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 但是没想到 大儿子王先生的所作所为 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 因为大儿子王先生 无力偿还信用卡 老两口和儿媳妇 只能想办法借钱 帮助王先生偿还 王家父母说 儿子王先生 透支信用卡的行为 让他们至今依旧借怀 而儿媳妇的所作所为 却让他们感恩在心 那时候就光给他 还那凑支卡 应该是照着 一万三千多块钱 就光我给他出 儿媳妇还给借着呢 具体给他借多少 儿媳妇也互相背着 我们俩来 怕我们着急生气 在大致了解了 王先生的上一段婚姻情况之后 主持人询问起了 王先生现在交往对象的情况 您在婚的那个对象 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通过网络认识的 网上 对 什么时间呀 只有四年了 四年了 对 您离婚多长时间呀 离婚 14年4月份 我离婚是离的 但是我那时闹离婚 这就已经算是 七年 六年了吧 六年了 您孩子今年多大呀 三岁 就等于说 在三岁之前 孩子出生之前 您就认识了 不认识 就网上已经 在三岁之前认识 认识 但是那这就是 再往前一年半左右 两年吧 就已经闹离婚了 那您跟他是什么时候 确立关系的呀 在一年以后 是从现在往前倒 是几年前 三年前 自己就矛盾着了 半岁又没孩子的时候 就是这样 对 第三转一插足 他们俩就感情就不好 不过也没打也没闹 就说没有感情了 在第一现场 王先生对于和现在交往对象的 结识时间 表达自相矛盾 在前期采访中 我们了解到王先生在离婚前 就已经结识了 现在交往的对象 那您现在的这个女朋友 因为还没有领取结婚证 他有什么最打动您呢 他没有什么打动我的 他没有什么打动您 您为什么准备跟他去领结婚证呢 也未必说是跟他 我只想我用一下户口本 但是具体跟谁我不知道 刚才您上台的时候 可是说用户口本去领结婚证 对 领结婚证是该是第一 但是跟谁领我不清楚 那您还有被选啊 您还有其他被选吗 没有 那是要去领结婚证用的吗 对 那是跟谁领呢 跟现在的朋友领 女朋友领 对 他有什么打动您 让您准备再继续一段婚姻呢 开始一段婚姻 时间这么长了吗 时间长了 就要领结婚证 对 要开始一段婚姻 对 即便他没有任何的 能够打动您的地方 嗯 您觉得这段婚姻如果开始了 您负责任吗 负责任 啊 负责任 负责任 您看上他哪一点了呀 我看上他 全方面都看好 比如说我以前跟我前妻 要是说有点什么事 心里说我们就 我就跟人打起架来了 他不会说 劝阻我 或者说是心里都有一些事 安慰我 像他要是如果说 我发个脾气的话 他也就是劝阻我 不能跟人打架 好好说 因为 他当然文化比我高了 我在他面前 我感觉着没有说谁怕谁 只不过人家在话言话语里 人家教我怎么重新做人 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挺好的 嗯 他特新的 还有 多大 您小几岁 小三岁吧 听说您感觉他比较能够体谅到您 是吧 对 但是这些父母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父母见过他吗 见过 对 父亲见过 应该是不好 不好啊 王家老父亲告诉我们 自己和儿子 现在的女朋友见过面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造成的 他这手机放在这儿来 我看见了 因为我对着孩子比较重视 后来我给他打 使这个号 我给打过去了 打过之后 我听是一女子接的 我说你抽机 你上公园来一趟 我想跟你聊聊 一次短暂的谈话 却给父亲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方面 愤怒儿子的所作所为 另一方面 又对儿子的女朋友产生了成绩 这一聊一天 这女子 聊得是皮疙瘩 掉眼泪 完了之后 这女子 她有一要求 说叔叔说 那我把他叫来 说我跟他谈谈话行吗 我说可以 因为我把后果都跟你说了 你们两个爱怎么聊 怎么聊去呗 见过他的家人吗 没见过 没见过 您都准备拿身份证去领 结婚证了 您都没有让父母 见到他的家人 我为什么要让我父母 见到家人 您这个有点奇怪 我事没解决清楚 我不可能说让我父母 见他家人 这点事跟人家没关系 什么事没解决清楚 我的事 我的东西给我 你什么东西都没给我 而且我现在刚离婚 你现在这事 没解决清楚 家里一塌糊涂 你见人家人 我感觉一点必要都没有 因为这点事 跟他一点关系 如果说父母 把身份证和 货格本给您了 您准备带他的家人 跟父母一块见个面吗 那那是 那那是应该的 应该的 对 在主持人和现场嘉宾的劝说下 王先生表示 只要父母归还他的证件 他就可以带女方父母 和自己的父母见面 王家父母 能否同意儿子的要求呢 我们把王家的父母 请到了第一现场 好的 现在坐在我们第三条解释 第一现场的是 另一方的当事人 王家的老父亲 王世英和母亲陈秀兰 两位好 刚才下去的是大儿子 对 家里面还有个小儿子 对 大儿子是比较 让老两口费心吗 费心 不费心 我脚子挺有本质现在 本质挺大的 什么本质呀 现在不是能力大了 给抚养大了 各种能耳才来了 比如说呢 什么能耐呀 首先他这次 跟我要这个 护合本跟这身份证 我给杜绝了 不给他 为什么 一是他们这事 没说清楚 我的要求就是说什么 让他们家来人 最起码说你们俩之间有缘分 你们离婚我也管不着 你结婚我也管不着 你再结婚 我最起码 我得双方家人 我们得见个面 你为什么不让我了解 你为什么不让我 他们家在哪 这两三厨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您觉得他目的是什么 目的不纯 什么目的呢 现在我们新搬的见 这个女的 原来我跟他见过面的原因 我脑胖里有这个印象 当初他那时候 他跟我也交出过 以前他认识过一男朋友 那清楚吗 这男朋友 他这男朋友 以前也办过透支卡 连他给坑了 这还是跟 认识了 连他给叼住了 我是有什么说什么 我人说话比较直 您觉得 所以我就不支持他这么做了 王家父亲告诉我们 为了给儿子还钱 家里人还是费尽了心思 其中儿媳帮了很大的忙 他搬那透支卡 没少透支 老家没花上他一分钱 他闺女没花上他一分钱 你问他媳妇花上他钱了吗 他不是他每月 给坑女一千块钱吗 没有 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时候的事 但是在判决之后的事 判决之后的事 你从打离婚到现在 几个月了 咱们客户已经让 我给你顶了三个月的 你不是认为我有钱吗 但是你想 咱们单说着 我有钱 我是看他孩子的面子 我并没看他你的面子 你不要认为说 我这算你那份钱 拆钱什么的 那是两码事 好 阿姨 我再问问 家里面拆身的那个房子 是分了几套 我一共是四套房 四套房子 四套房 有没有办法 她名下应该是两套 应该是两套 一个是74点多的 是她闺女的 一个是他们老俩的 74点多是她女儿名下的 对 一个是82多平米 是他们俩的 80多平米 她和她前妻的 是吗 对 就是两套房 然后您那儿 还有两套 我这是 我有一个小儿子的 有我们老俩一套 这是两套 那这个拆迁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协议之类的 拆迁有 现在她那套房子 80多平米的是前妻住的是吗 现在她住的 那套70多平米 女儿的呢 现在我暂时是让她空着 我也不想租 因为我比较心疼 我心心无故 我装修完了之后 谁我也没敢租去我 装修好了 搁那儿了 对 现在是空穴的状态 是吧 对 那以后打算怎么办 以后看看情况 如果是 我心里中 我也想到说 南洋他们之间 说有一个和睦 让他们 适得闺女的 闺女的闺女 适你们老俩的 闺女的闺女老俩 我不想让第三者 在那边拆活 那您的意思是 希望他们能够复婚 是吗 可能性不大 有的想法 为什么可能性不大 因为什么 他这个人比较坚强 比较顽固 要固执 这道理我全都给他摆过 他就是听不清楚 现在我就想什么呀 很可能是 这第三者 他不就跟人承诺什么了 现在连父母都给忘了 在王家父母的表述中 不难看出 两位老人 还是希望儿子 能够与前妻复合 王家父母 为什么这么认可儿子的前妻呢 那前妻跟你们相处的好吗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人好吗 人家也挺好的 通过生活当中 你看我们婆媳 这十多年了 没红过联 没吵过架 是一个勤快的儿媳妇 姑娘一般的时候都做不到 你看我整天去 爱做操 爱跳舞的 回去之后 给气盐水 给我搁的跟前 就是这个儿媳妇 对 让公婆很满意 对 回来这儿啊 阿姨您的意思是什么 让他回心转意 对 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啊 因为他那闺女 今天早晨又做梦 又梦见他了 事已至此 王家父母 还是希望儿子 能够与儿媳复合 而儿子则表示 自己绝不会回头 双方的不同想法 让调节工作 陷入了僵局 为了帮助王家 解决问题 我们将儿子 再次请到第一现场 我刚刚头上 有一块是怎么回事 车祸 车祸 那时候我救他一命 我又不去 以人就动死那了 什么时候啊 让他自个儿说 这让他自个儿说 什么时候出的车祸啊 就刚跟我前妻刚认了 又不知道他前妻 他们俩还结合不到一块 04年1月31号 他这个前妻 他们俩之间认识 说正敢他出车祸 人家给介绍一下 人家上这看了两回 又给送鲜花 又俗似的 这么着 觉得不错 就从哪这次 人家给介绍了 当时跟你说过没有 说过没说过 这没有文化 你自本清楚不清楚 清楚不清楚 不清楚 我也没文化呀 不是 你别胡搅 什么叫胡搅 文化和文邦一样吗 你啊 你别抱着你这个态度 我就问你这个 你跟爹妈说过没有 说过呀 是不是 没有文化呀 是没文化呀 那你为什么非要 秉跟我们俩呀 我不是说没文化 我是俩人过 掉起肩膀过日子 你这话你不是来回说吗 你让大伙听说 那为什么这日子 过不下去了呢 既然没文化 你还过什么日子 他是文麻 跟没文化他不一样 你有文化吗 我没文化呀 还是呢 那你怎么就说别人呢 我什么叫说他呀 不是 他一天笔没拿过 同意了呢 你说 同意是俩人掉起肩膀 要过日子 什么叫同意呀 你这是矛盾的 是不是啊 那谁有文化 我非这就娶着去呀 这人哪 不再有文化没文化 关键实在于有心没心 就因为他没文化 他看这书 把孩子给揪了 刚才说了 你是不是会 那什么 好 叔阿姨不着急 王阳 刚才叔阿姨说了 这孩子没了 他们也有责任 其实我觉得 更大的责任 是你们夫妻二人 您也没尽到 您自己该尽的责任 是不是 您在干什么呀 妻子怀孕 您在干嘛 我上班啊 我每天我也照顾他呀 照顾他 您说了 他是文王 他不识字 那您不能跟他看吗 您不能教他吗 我没在家 您没在家 对 他那这儿 他老是发烧醋 壳子感冒的 然后就是说 也问过人家这个医生 然后说是 这是正常版 因为我头一次结婚 说是正常反应 往后呢 那天是怀孕 怀七个半月了 我说再过 我说再过几天 也就该去复查了 而且我也放假了 等后来 他说今天这孩子 一天都没动关 我说昨天 你本也说不动关吗 说是 后来他也当时 没跟我说 完了这儿 晚上他说接手 这接手 就蹲下起来 蹲下起来 我也不懂 他也不闹 也不染 我也不清楚 这后来再一蹲下 这孩子啪就掉了 就直接就掉下来了 在第一现场 王先生表示 前妻的那次流产 完全是他自己的原因 而对于这一点 调解嘉宾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王先生 是这样 那个我想问您一下 当时您 咱们 咱们这平行 去想这件事情啊 您这个前妻 你觉得他 学这个东西 虽然他是文盲 但是你觉得 他出发点 是跟你 不对 非要把这孩子 做掉 不是 他不是公益 在我这 那就行 那也说 这孩子没了 不光是你痛心 你觉得他痛心吗 他也痛心 是吧 那他痛心的 从此 我想问您 你痛心的时候 是不是也需要 有人去安慰你 对 是吧 那你觉得他需要 不需要你的安慰呢 需要 需要 那你为什么 去把责任全推给他 你没有去安慰 我没全推给他 那你刚才一直 在表现的就是这样 我不是 我也照顾他 是这样 因为你刚才 一直在阐述的 就是说他因为是文盲 然后觉得以后孩子 再有孩子的话 跟他这 学不出东西来 反而会耽误下一代 是不是这意思 也有点这意思 是吧 那我想问你 你觉得你跟他结合 你是因为要孩子 跟他结合 还是因为你真的爱他 或者喜欢他 想跟他结婚 你必须把这个目的 咱们等清楚 如果对方生不了小孩 那你不要他 那因为你目的是 为了要小孩 那我们能理解 如果你喜欢他 对吧 然后他也喜欢你 然后为你生孩子 结果因为不注意 掉了 那真的不应该赖他 所以刚才我就想 给你纠正一下 就是你的表达这块 容易让我们产生 您是为了要孩子 才跟他结的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能理解你 因为我特别尊重你的 任何选择 但是同时你犯了 一个知名的错误 为什么跟父母之间 产生这么大的冲突 在哪 首先第一点 就是不够坦诚 你的表达方式 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出现一偏差 就是蛮这蛮那 也就是说 九个盖 盖十个瓶子 父母总觉得不对劲 第一 你已经跟父母这样 由于不太坦诚 产生了分歧 然后这事就变成 不好解决了 今天来到这 我希望你 咱们不要再用那种 老办法 就是想 跟我们也好 跟父母也好 说清楚 比如说 我现在喜欢这个女孩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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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 所以决定 跟我前妻离婚 你说的透明一点 痛快一点 大家能理解你 你就记住了 我们不是糊涂人 其实父母也不糊涂 就因为他觉得 哪些地方不对劲 所以他才跟你 揪这个事 如果你实话实说 这事好解决 我就是给你一个建议 好吗 在第一现场 心理专家对王先生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希望王先生 能够多体谅前妻 同时希望王先生 能够心平气和的 跟父母沟通 对父母说出 自己心理的想法 那么王先生 能不能在调解现场 跟父母说出 自己的想法呢 这一聊天的女孩 这一聊天的 批刀还掉人来 您都准备 拿身份证去 结婚诈了 福亚大了 各种能力全来了 老家没花了 他几分钱 他归你没花了 几分钱 那您的意思是 希望他们能够复婚 你在很多层层上 你还是在依靠着父母 就像刚才我问您 您看上您前妻什么了 您说还挺勤快的 对 这是她一个优点 是不是 但是后来我问您 您看上您现在 那女朋友什么了 您说没有什么 是 因为这事跟人没关系 当然没有什么 您看上您现任的 女朋友什么了 我不是也跟您说了吗 在各方面 她也都说 我做的不对地方 人也就像刚才他们的事的 就是说心明气和的 跟我把这事挑开了说 他也是那样对我 我感觉着我心里能接受 就是这样 所以我感觉着 也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有结婚的时候 那这番话跟父母说过吗 没有 现在听了两位老人 什么感觉 我就希望他实话实说 要货本的目的是干嘛 是不是 他们家在哪住 他父母是干什么的 领结婚证 你慌着忙脚他干嘛 你把这个打扶我 告诉我 听着我 我没慌着忙脚的 你没慌着忙脚的 他爹妈是干什么的 换一种方式 您向两位老人 来介绍一下 他们家的情况 介绍不了 为什么 我不想说 所以来说 这货本我不给你 我这不是隐瞒 我不是隐瞒 那您都要 我感觉着 现在家里这点事 没弄清楚 没有必要告白 家里什么事 没弄清楚 我们家这么大的 大家产 你还没弄清楚 王先生曾反复提到 自己家里是 没有弄清楚 那么王先生所说的 没有弄清楚的事 究竟是什么事呢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说这个拆迁了 房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说拆迁了 有这个什么 人头份 这个钱 还是拆迁问题 对 就是拆迁里边 有你的面具 有你的人头份 对 对吧 这个问题 没有说清楚 除了拆迁事 还有别的没有 没有 王先生对于拆迁后 房产分配存有质疑 对于这一点 王家父母 有着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这四条房 老大这儿的等于是两套 因为他这个孩子 这孩子他有一个40平米 再加一独生子女的奖励是60平米 那时候我给签了十多平米的钱 等于是70多平米 这么算的一套 刚才我们的嘉宾老师问你了 什么事情没说清楚 其实你最主要的说的就是拆迁的问题 没说清楚 那我想问你 关于拆迁的问题 与你和你现在的女朋友 再登记 再结婚 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我的目的就是 我的东西给我 我有一些事 我自本能做主 我不需要跟我父母 比如什么事情 你要做主 跟那个拆迁有什么关系 你意思是说 如果拆迁 留你的钱 你让父母给你 对 然后呢 跟你再结婚 有什么关系 还是我前妻的这个钱 那跟你再结婚 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那刚才你父母说 要见你现在女朋友的父母 大家父母都上去跟他 这件事情 因为没关系 我就不跟他们说 你觉得你再结婚 和现在女朋友再结婚 跟你的父母没关系 是吗 对 为什么没关系 你不是他们的子女 这种情况 跟之前第一婚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再婚就可以不经父母同意 是这意思吗 不是不经过父母同意 因为第一次结婚 离婚 就是说第一次离婚 已经离了婚了 就弄在家里的成乱玩了 所以再次结婚 我也不需要说 再让他们费心了 所以跟第二次结婚 不结婚 你觉得这符合逻辑吗 你觉得前面结婚 离婚 给家里带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带来了很多的乱子 这些是因为谁引起的 与你没有关系是吗 跟我有很大的关系 对 那所以你认为现在你再结婚 与你父母没有任何关系 对 你觉得这个事情讲得通吗 你自己觉得符合逻辑吗 眼看儿子还是不愿意跟父母沟通 嘉宾再次对儿子进行了劝说 这道理我全都给他摆过 他就清楚 蛮这蛮的 也说九个盖 盖十个瓶子 我有一些事 我这本能做的 我通常要跟我父母说 你是主动的 看你自己 你不是认为我有钱吗 我有钱 我是看他孩子面子 谁有文化 我非得就娶这件 如果说父母说了 你现在再结婚 我没有权利阻拦你 但是你应该告诉我对方 家里什么情况 人什么情况 对吧 你说没必要 你家里事没跟我说清楚 我就不跟你讲 如果将来哪一天 你的女儿大了 她突然跑回来跟你说 爸爸给我生存电 我说吧 我要接纵登记 你不问他吗 他之前没有那么多事 我不问他 不能这么假设 父母问儿女的婚恋问题 这是咱们中国家庭的传统 你在很多程度上 你还是在依靠着父母 所以父母在关心着你成长 关心你的孩子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你不能够应该说 父亲没有把拆迁问题 跟我说清楚 所以我就不跟他谈那回事 这样的话 跟父亲来较劲是不对的 毕竟他是你的父母 所以我希望你稍微调整一下心情 虽然你是主动打来电话 请求调解的 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不做调整 我们可以告诉你 你就有可能今天你一无所获 可以不可以 转变一下态度 王先生 你有好多问题 说是没说清楚 您的确是有很多问题 没说清楚 但是要说清楚的 不是拆迁的事 是您对您 女儿的赡养问题 是您对您女儿的情感关怀问题 是您对老两口的赡养问题 是不是 这些问题您从来没想过 我想过 想过 你想过什么呀 你想过 你对您女儿的抚养问题 您想过吗 想过 多长时间看她一次 有时候两礼拜回去一次 有时候半个月回去一次 半个月跟两礼拜 是不是都一样 你是主动的看你的心情吗 你做到说做父亲的 对那个女婚姻那么父爱吗 有过吗 王先生 您需要面对的问题 您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对女儿的抚养问题 还有您欠您前妻的那五万块钱 当时判决结果 还是明确写明了 五万块钱 你做到了吗 您应该给她呀 我给不了 我跟法官说了 我说这拆迁款 什么时候到我手里 我才能给她呢 又扯上拆迁款了 那你上班的钱呢 上班一个月赚多少钱 两千 两千块钱 所以您想 您想说明拆迁款的问题 拿这个钱来补偿前妻 是吗 对 那说说拆迁款有她的钱吗 这个拆迁款 用按人头来说 应该是有的 但是一样 她也没出力 也没出钱 我给她盖的房 落到她的名下 我打算 如果说又走到 现在这种地步 我一分钱不给她 现在而且还谈这个 说这拆迁这个补偿款 那你发到的 你都没有资格问我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俩那儿有协议没有 有没有 还有协议是吗 有协议 什么协议 我跟她之间 属于是单项协议 她欠的字 什么协议 就是资云协议 就是资云协议 资云协议 就是无条件的 是吗 没有附加任何条件 她所有的房产都不要 不同人都有 她这个协议 是怎么产生过来的呢 就是认识的第三者 我担心 我怕人家给她骗了 这么着 我跟她单独立的协议 协议内容 协议内容 我可以让您看 这是一份父子之间 签订的资云协议 协议中提到 家中宅基地 是由父亲 王世英夫妇出资所见 但拆迁之后 儿子拥有一定份额 如儿子一意孤行 导致家庭破裂 那么属于儿子的份额 将赠予父亲王世英 可是看着你 今天的场上的态度呢 我可以判定 你对这份协议 反悔了 没有 没有反悔 没有反悔 但是在你前面的诉求当中 你一再强调 我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除了户口本 身份证 还有重要的一项 拆迁当中 我所得的 我的人口 我的面积 那不又扯回到这项头来了吗 对 所以你的诉求当中 如果要涉及到 要房屋当中属于你的份额 那么跟这个资予协议 它是相违背的 那么我现在要请你明确一下 是要撤销这份资予吗 我不是要撤销 因为这个是之前写的 写的但是没有去工程处公正 没有公正 那就是说写的东西不孝 是这意思吗 而且通过这个法律 我也咨询过 说就是这个 说是机器打的这个字 说不生效 说第一有第三者 说那个就是说证人 叫什么呀 您自己认可吗 您自己 我自己可以认可 可以认可 所以你的认可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刚刚第一个就问了你 底下边名字 是不是你自己签的 是我签的 是你签的 对 那么它是不是打印的 有没有第三者 这不重要 对 因为你是识字的 对 你不是文盲 是 对吧 对 虽然你说你没方话 但你不是文盲 对 所以我再问你一遍 现在你提出来跟父母要要 拆钱当中应当属于的份额 和现在的这个赠予协议 两个相抵触 你到底坚持哪个 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还是接着要吗 认为这个无效 您说那个 不要 不要也可以 又不要了 对 不要也可以 房屋拆钱所得 我对这个钱和这房屋不要也可以 我主要是要身份证合格 还是要身份证合格 那就说你刚才诉求当中的三项 可以把房屋就像剪掉 对 截止到目前为止 你的诉求就要 非常分证 跟护卧本 对 对吧 对 其他诉求没有了 对 甚至护卧本是我用的 是你用完之后还还还给他 对 是吧 对 调解至此 王先生依旧坚持 要要回自己的证件 现场嘉宾 再次对王先生进行劝说 我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 就觉得33岁 不像33岁那么有担在 作为一个33岁的 家里的长子 我感觉给我们的印象 就属于那种稳重不足 率性有余 在前一段的婚姻当中 你看你当初的结婚意愿 父母是有质疑的 有担忧的 但是你结婚的意愿 特别强烈 然后呢 到后期要离婚的时候呢 你的前妻和父母 已经是融为一家人了 他们非常接纳 彼此非常温馨的时候 你要坚决离婚 又显得态度又特别的坚定 没有商量的余地 然后就这么离了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显得比较帅性 而直到你33岁这个年纪 离了婚之后 那个女儿呢 不管不顾 几乎是父母在替你养着 然后过程当中 你又透支那么多的那个消费 恶意的透支 明知道自己偿还能力不足 还在透支 那么父母在替你偿还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呢 你刚才还说 父母要把财产的问题 跟你讲清楚 刚才各位老师也都提到了 我感觉你父母之所以 关于财钱款呀 房屋啊 目前给你保持沉默 实际上 他们是在给你做一个利益的保全 因为第一次婚姻 显示了你的率性 而后期又不是那么有担当 所以父母是有担心的 不仅是担心 而且他们在承担着你 不能承担着这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孩子在重病的时候 是吧 病危的时候 都在替你履行着这个义务 父母有这么多替你的承担 他们很担心 现在就是说呀 你离婚了 既然离婚了 你想结婚 你离婚 我也管不住 有法律呢 你再结婚 这还不顾我管的事 因为你已然成人了 走向社会了 但是一下 最起码我得了解对方吧 我是你父母 你不让我了解 这会是护我本身份上 我绝对不能给你 为什么要怕你上当 这父母这儿的 不是说我来告他们的 我正好看见你 有点眼泪什么 你心里呢 他难过吗 他不在家 让他回来就不回来 你不给我这 不给我难 我什么都不要都可以 你现在一找这几年了 你都不让我了解 什么 还不如不解决这些事 彻底地给我往火上去 作为父母 对你未来的婚姻 未来的儿媳妇 甚至未来的岳父岳母 家庭状况 有这个权利去了解 你也必须要坦率地 告知自己的父母 另外呢 父母对你 比如说对人头费啊 拆迁 有没有你的利益呢 如果他们对你 没有那么多的担心的时候 他们就会一一给你到来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知情权上 因为父母被你承担了很多 他们担心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知情权上 你应该先走一步 把你现在的状况 跟父母兜个点 让他们安心下来之后 实际上他们是在为你兜点 而且在为你做利益保全 你这一点应该心里明白 你33岁的人了 也是在这个工作单位 也是有经济利益瓜葛 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体谅父母的苦心 而且要做出积极的努力 这个跟他那个老师跟我说啊 就是说 因为我不会表达能力不强 就我就这么说 像跟他 几位老师也劝过我 就是说 就那意思就是实话实说 不要像我父母说的 像以前老骗他们的 你说啊 因为这点也欠扰着好多事 刚才您主持人也问我 说有没有对父母想说的 我说没有 其实刚才跟您说 我对父母这样的 不是说我来告他们的 是我想让他们调解 是来调解我们之间的矛盾 而且说这个 我对孩子没有做到这个义务 对老人没做到义务 这点也欠扰着有一些事情 我感觉着我也不想说 因为总归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落实到这儿的了 我就想说让我父母 能把是我身份证给我 对于这个房屋拆迁这个呢 是之前我父亲跟我提过的 说你要活本也可以 是吧 第一是见这女方的家长 第二是先把你们那80平米 这套房弄清楚了 所以我就一直说是把这个事 弄清楚了 再说他们见不见家长 那现在您看 所以把这事就是说解决了 才能见家长 是这意思 在现场嘉宾的耐心劝说下 儿子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 这使得调解工作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于是我们决定暂停调解 调解嘉宾们来到第三现场 共同商议调解方案 我觉得这个儿子吧 确实是那种不成熟 他不断地惹麻烦 父母不断地替他接包袱 你看刚才那句就说嘛 我说为什么替你还两个钱 信用卡投资 他说因为他说我付钱 他有钱啊 所以我还有一个就是 父母我自己这块 他们现在的心情 就是分手不成钢 是吧 偏僧了半天 老北京话说 偏僧的果子不上色 惹了一堆的麻烦 他们现在也很难以下咽 但是让他们也要放平心情 这个过程 孩子之所以现在这么没有担当 和他们一路 这么偏惨过来 是有直接 关系的 所以跟父母这块 也得说服说服 不要让他们觉得 现在对孩子再期望那么高 没有意义了 你现在只望 33岁的一个 心智不成熟的人 做得像33岁那么有担当 是不可能的 既然这样 那我们的调节又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呢 儿子的态度 究竟能不能成为调节的转机呢 心理专家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是这样 就说其实 你看这个 这男孩33岁吧 但是他给我一种感觉 他其实心智并不成熟 今天和老师说到位了 不成熟在哪 他总是觉得 我用小聪明 然后达到我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并不坦诚 并没有那种担当 或者是真正是一个结了婚的 一个大小伙子那种 男孩大丈夫的一个劲儿 他还是处在那种小孩的状态 然后欺上瞒下 也就是说有些事情 他觉得 我心脚这个女朋友 我父母会不同意 其实他未必 父母只是想知科知底 就OK了 他还是不了解父母 但同时呢 我觉得 他父亲和他之间极为相似 就是什么 宁 就是互不让步 就是爱较劲 所以我觉得咱们其实 这个脱口也很简单 就是让他们放下这个架子 只要有一个人退一步 这事就好解决 而且这儿子呢 我觉得现场 咱们大家说完以后 这儿子开始有所行动 就是他想表达心境 但是呢 就没有一个人正确 把他给引导出来 让他说出一些 让他父亲爱听的话 或者想听的话 只要儿子能说出来 我觉得这事就好解决 心理专家的意见 得到各位嘉宾的一致赞同 那么儿子能不能对父母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这能不能成为 本场调解的关键呢 调解嘉宾 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不要说 我也有责任 你有责任必须调解好 这场 这样子 待会儿啊 刚刚去做那个儿子动作 跟儿子聊了 让他扭转一下这种心态 对抗心态 其实咱们跟父母俩谈呢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啊 还是要跟父母的分谈的容 了解一下那个拆迁的情况 他虽然没带拆迁协议 但是应该了解一下 闹清楚他现在这个拆迁所得 到底是什么状态 这样呢 能增加咱们下一步 说服他们的这种底气 要把你一无所知就行了 经过主持人和嘉宾的商讨 我们得出了初步的调解方案 王先生和父母 能否接受这样的调解方案 我们对王先生和父母 进行分开调解 看看双方最后能否做出让步 现在这儿有了孩子 我说要孩子也是男的孩子 老子他名下 他应该是三岁 跟人家一点 确实什么关系能有 人家还挺伟 就是说得回钱慢慢 对对对 回钱他那还是他的 我们那还是我们的 今天必须得落实了 我怕他以后赏我 我跟他们表达不出来的 我想问一下 我这会儿看见你有点眼泪是吗 你心里呢 还难过吗 是面对父母 我说说你 父母啥 父母不容易感 他们是不容易 不过 他们太难为我 要孩子是他们的 他我爸给我出主意 让我要孩子 说要孩子也能离 是他没逼着我 说让我要孩子 可是我就想着 避免我们俩人打架 我跟我夫妻没感情 我就可以离婚 为什么他这老掺我呀 与此同时 根据调解方案 在第一现场的律师 首先询问了王家父母 宅基地拆迁的具体情况 因为今天的您二位 这个拆迁协议没带来 然后呢 我们想就这个房子 拆迁的问题呢 跟您那个具体的了解一下 刚才您说的 就是说等于是 当时拆迁的时候 两块宅基地 那个有两处院落 是吧 对 一块宅基地呢 是您和阿姨的 是老宅基地 当时那上面的房子 也都是您二位 共同建造的 是吗 那后来呢 在什么时间 刚才您说是2007年 2007年 2008年 也就是 代祖是2008年 2008年 也就是和他的前妻 结婚以后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又申请了一块 这个拆迪地 对 以他的名义申请了 到了这儿的 他带着我妈来 每位去法院也好 还是去哪儿也好 都带着律师 我跟他们表达不出来 现在这儿有了孩子 我说要孩子 也是难为孩子 你这现在还是难为孩子 难为我 你不给我这 不给我那 我什么都不要都可以 我就要我的身份证 那我什么都不要都可以 想问你一句 你要这个身份证和户口 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 你那个户口本 不完全是一个人的吧 可以把我那页撕开 可以分裤了 我不用了 我不结婚了 我什么都不要 您当时这个宅基地 房子的上面建设的房屋 也是您二位给他盖的房 当时这个钱也都是您出资的 对吗 那当时就说咱们在2011年拆迁的时候 对 当时这个拆迁协议是谁签订的 我 都是您签的是吗 这两处这个 他不在家 他不在家 都是您签的 对 王先生说自己不清楚拆迁的事情 拆迁协议都是王家父亲签订的 那么拆迁时 王先生为什么没有参与呢 年底左右吧 那这就拆了 因为家里拆迁那这 我确实的没在家 当时你们您那个村 或者说咱们说当时那个乡里面 乡政府 就是有不是有拆迁安置 补偿方案吗 那这个协议上来说 应该是一平米四千五 一平米四千五 对 就是说 是这样 先这么问您 首先这个被安置的拆迁对象 拥有机口人 拆迁对象像那个户上 他就虽然说没单地户 但是你看他这个 按照基地来讲 已然给他分出了这块地了 落到他名下 他应该是三口人 他三口人 就是被安置的对象 是三口人 面对镜头 王先生说出了心里的故事 我爸跟我这说 我倒跟他说实话了 跟我说要见人家 说咱们把这个 别让别人知道 把这事好好说说 我说是 那说说就让人来 这跟人见了面了 这给人家 手机号也记下来了 完了是这个骗人家 这说人家 现在没别的招了 说人家有第三者 那是我离婚以后 才认识别人的 跟人家一点 确实什么关系都没有 人家还挺委屈 这还想见人父母 你等于把儿子 往火锋里推不 王家父亲透露 根据拆迁协议 自己帮助儿子 以每平方米2700元的价格 购买回签房两套 其中一套60平米属于孙女 另一套80平米属于儿子和儿媳 那这两套房子 后来现在签房屋购买协议了吗 以人是签完了 已经签了 那当时签的是谁签的 都是我 那个签的也是您 对 那您以谁的名义签的 他的还敢他的 我的还敢我的 我说就是说 关于老宅基地 咱们前不说了 就是说得回签 回签他那还是他的 我们的还是我们的 那他那个是您签的 还是他去签的 都是我签的 都是您 他不在家 就是您带他签的 写的他的名 属于就是我代理的 完了签字都是您签的 对 王先生认为 自己既然已经离婚 选择别的道路 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父亲强势的态度 是王先生 不敢让双方父母见面 我作为一男的 我感觉着 我现在我离了婚了 是不是 我在选择其他的路 是我应该的 我感觉着说 父母老想见别人家的家人 我没法让他见 见了 他把我这些事 所有的事 又结过婚了 离过婚了 人家可是第一次 跟人家父母 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彻底的 我还不如不解决这些事 彻底的给我往火坑里推 在了解了宅基地 拆迁的具体情况之后 调解嘉宾提出了 初步的调解方案 这个婚姻自由 恋爱自由 咱们把这个不管 咱不限制他 我不支持 那如果说 我不管 我不能支持他这么做 您为什么不能支持他这么做 因为他现在已经离婚了 我们原来是一个和美 就没哪个家人 我跟你说 现在咱们这点 他已经离婚了 这是事实 这是法律上都认可的事情 没有 突然第三者 他就离不了 现在我们 阿姨现在都已经离了 离了 咱们要接受事实 对吧 这我肯定是接受 这个事实 我到多少都接受 现在他要再找新的目标 这我还不反对 但是一样 我必须得要了解对方 对 那就刚刚我跟你说的 如果他同意说 事先让您了解对方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方面 刚才这个赠义协议 今天必须得落实了 我怕他以后反顾 其实我刚才听了跟你的意思 你的心理压力 或者你现在心理顾虑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理解为就是说 你是担心 你现在的女朋友的家里人 和你父母见面以后 你父母说了一些 不该说的话 然后你们俩之间会分开 对吧 对 他倒会说 我又没逼着在边上看着你 让你让孩子 是 现在有孩子了 让孩子也难闷 就像你刚才说这番话的时候 你跟你父母直接谈了 就是你担心他们 会跟对方父母说你这些 不该说的话 直接说了吗 说 他们怎么说 我把他说 有什么说的 你觉得这是气话 还是真的 是要毁了你这份 所谓的婚姻 也好或幸会 他写的事 你就是担心 说白了 你父母会毁掉你这份 心事 是这意思吧 但是如果一会 我跟你父母沟通 他只是说是气话 那咱们今天上场 能不能好好沟通 直接说出来 可以吗 得到了王先生肯定的答复后 心理专家来到了第一现场 王家父母能不能接受 嘉宾的调解方案呢 就怕他说了 不算算了 不算了 你还听我说了 今天您看啊 您儿子 他其实您说他 什么不管能耐也好 说谎话也好 您儿子最充满的地方 就是今天选择到三条 把这事解决 我要跟您说实话 这事如果解决的话 他也是解决您二老的这种心境 也把他自己关系 我开始我跟他说过 我说你要再找一别人 这我能互相了解 你现在一找这几年了 你都不让我了解清楚 现在不是都开始要了解吗 就是因为您要断路 他就不敢 我能断他路吗 由于王家父子签订的协议 未经公正 不具备法律效力 王家父亲突然提出 要在现场让儿子 落实协议书的要求 我觉得您今天这个变化 还真是挺大的 啥意思 咱们先在最后确定一下 什么协议 就是您刚才跟您儿子 刚才念的那样 在台上说的那个协议 把他确立了 然后你把活玩给他 但是问题现在是这样 您只解决了吗 没解决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 您要求的是 您是那个 我们感觉是什么 实际问题不是就想倚着他吗 他要活本给他吗 这不是就是实际问题吗 别的问题等于没解决吗 叔叔 我跟你讲了 您是真的为了这个财产 不要玩了 不要 可以 因为就这么多年了 我已然是经历大了 积累出来了 小姐 那一个小姐 可不是说小姐 我太委屈 连他妈带我心都特有委屈 我不能给别人白牢起我 我说是一个八诊拍不下 因为问题是说八诊 您觉得您要教育到位 这孩子能变成这样 这话我们一直都没好意思说 是 您可以能说出来 我承认 自个儿还有弱点 但是现在问题 咱们是来势修正的 你修正的问题是 您到底想要办法 您现在您给我们一个表达 对您是极为不利的一个 就是 你摇的是财产 不要儿子 把这落实了 必须落实了 因为我怕第三者到我这家了 以后他过那什么了 给他活本也行 现在他那女方的家长 爹妈叫过来 现在各事 见个面 聊聊 对 他就行 说是经过 把这事弄清楚了 你们怎么认识 我管不着 我奉劝过你们 王家父母始终担心儿子被骗 担心自己的家业 付出东流 王家父母的情绪越发激动 迟迟不肯做出让步 这让调解工作 一度陷入僵局 我听见儿子再次沟通 见面 他人也没有说 极力真正反对 但是人家担心的就是 您这父母 白人事儿的脚房 怎么叫你脚房 你不是正大 你还不是正大 你还那么多 对了 你找这个女朋友 不怕你找 虽然有可能 你们认为不太合适 但是我们 咱们尊重的是一个事实 就是事实的 人家离婚了 现在已经离婚了 他有权利找女朋友 不管这个女朋友 是怎么来的 这是人家自由 虽然您是父母 但是您觉得 您特别辛苦 特别累 但是说实话 真的是您管得太多 我能理解你 你肯定有你的苦衷 你有认为 你父母不离解你的地儿 他们可能干预你生活 肝脏欲多了一些 你觉得你的生活没有自由 不能自主 种种原因 咱们跟您说 我也不打算了解 他家能该怎么办 把这个协议 让他给我落实了 我扭头都走 明天他要随时 要随手给他这活 这无所谓 但是你把这赠予协议 必须要给我落实了 王家父母依旧坚持 让儿子当场落实赠予协议 可现场律师 却告诉王家父母 由于房子产权没有下来 即使儿子现场签订赠予协议 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对于王家父母的顾虑 现场律师提出了解决方案 王家父母可以在儿子结婚前 做婚前财产公正 解明房子为儿子婚前财产 所有涉及房屋的事宜 与女方无关 律师的建议 解决了王家父母的顾虑 可谁知 王家父母依旧不肯让步 这户屋本身份证 我绝对不能给你 为什么要怕你上当 得跟你们好着 好着那么长日子见 对不起 爸爸 妈 对不起 妈 对不起 对不起怎么着 对不起 就觉得王 33岁 不像33岁那么有担在 那么他要想说领结婚证 没见过 父母都没见过 就领结婚证 这不我们给他做工作了吗 让他 咱们这样怎么样 我们给他做工作了 他也同意了 你所说的 你的眼泪当中 所带来的暗含的含义 我都能理解 因为我的儿子跟你差不多 我们也闹过毛病 我们在最后来交流的时候 我们也通过 心平心心的交流方法 我们才知道 彼此的真正的心情 心生是什么 我们该说的也说到了 那以后见不见 非得弄着现场后座的事 没说现场后座 刚才我们嘉宾老师 跟他说的时候也是 我们该说也 现在你跟你夫妮缺的 这是什么呢 心平静气的聊 真正的沟通 你有些话憋着不告诉他 他也就有些话不愿意告诉你 你要在街的话 我们是不是大人 家长之间 是不是应当沟通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了解 但是呢 说说咱们沟通了解 咱能不能心平气 咱们对他 你必须扭转你的说话方式 你的行为 你的言行 他们认为 你对他们的伤害 太大了 所以他们有一种 不可能原谅你的这种心情 但是你给这三条地 是打来电话 他们两口都能来 编导打电话 咱们能来 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 他们俩 从内心来讲 没想跟他们撕破脸 如果真想撕破脸 编导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完全可以不来 这儿子我不认了 来了呢 说明 还留有一丝希望 可是刚才前面 你在台上的表情 让他们有点心灰一冷 他们觉得没看到希望 你有看到儿子有忏悔的希望 这样吧 让那个儿子上来 做一个他的表态 如果他 二老 我跟你这么说 我不想麻烦你们各位了 他的表态我也不想再听 在第一现场 王家父母的态度 依然没有改变 坚决不肯做出让步 调解嘉宾 只能将调解重心 转移到第二现场的王先生 在第二现场 调解嘉宾 给王先生提出一个建议 不管怎么样 待会上台 给父母先任何错 你毕竟是有错的先 让他们相信 你仍然是他们的 好不好 你就提成个建议 王家父母依旧不肯做出让步 但儿子态度的转变 还是让我们看到了调解成功的希望 我们相信王家人来到第三调解室 还是希望能够解决家中的问题的 于是我们再次将这一家人 请到调解的第一现场 儿子态度的转变 能否打动王家父母 第三调解室正在调解 刚才经过了分开调解 其实两位老人 您的儿子也有很多的懊恼 后悔 自责 只不过他可能是个性 他的性格 他不愿意在这个台上 过多的说他以前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委屈 咱们 我想作为老人 也能够体谅到自己儿子的这份心情 刚才经过了分开调解 儿子说 他希望在台上 一上台 能够对两位老人说一些自己的心理话 咱们给他一个机会 好不好 来 爸 妈 我对不起你 从小长这么大 您听他说完啊 阿姨不着急 从小长这么大 没听过你们的话 给你们添了不少 您就当没有这个儿子 我什么都不要了 别给你们耗着耗这么长日子 我对不起你 爸 以后大人怎么着 没有以后 没有以后是什么意思 没有以后 没有以后是什么意思 你跟我妈俩说清楚 没有 我可说一下 听我跟你说 你也不要往下说了 你现在你的目的 不是就想把这个护合本 跟那身份证要走吗 不要 嗯 不要 那么你在这儿的 今天咱们上这儿来的目的 是干嘛来了 是不是你给打电话的 你这又不要那也不要 你来回推翻 来回翻回 你不是想要这个护合本吗 叔叔 叔叔好了 想要护合本吗 不 身份证 是不是 你还想干嘛去 你还想干嘛 你说说吧 我还不去 不要 我跟你这么说 刚才我跟你妈也说了 护合本身份证 我没有任何权利 剥夺你个人的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爹妈 我们老俩这么多年 没得到你的什么 只有眼下这套房产 这是你写的 你自个儿提笔的 你又来回这么反悔的话 你跟你爹妈想过 没想过你爹妈以后的后果 也难成说 我们也活不了几年嘛 可以给你 我刚才跟律师爷说了 可以给你 要求是什么呀 最好让他父母 跟我们见一面 跟我们谈谈 你也不要抱着一度的委屈 好像你做事成对 面对儿子的道歉 王家父母一时还无法接受 但父亲也提出了 和女方父母见面的要求 调节至此 似乎又出现了一些转机 这父母这儿的不是说我来告他们的 我这会儿看着你有点眼泪是吗 你心里呢 很难过吗 他不在家 让他回来就不回来 你不给我这 不给我那 我什么都不要都可以 你现在一找这几年了 你都不让我了解 他不如不解决这些事 彻底他给我往火灯里头 老父亲说了 可以给你 然后呢 让这个女方 他的家人呢 过来坐下好好谈一谈 商量一下 这个结婚的事宜 可以吗 刚才前面让他们说过 父母对着儿女的婚姻问题 表现出百分之二百的关注 这是很正常的 你呢 对于父母呢 确实有一些呢 感觉到不太适应的地方 你担心 再会出现别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但是今天呢 父母呢 就提重要的要求 我们仍然关注你今后的婚姻 你仍然是我的儿子 这是大前提 他们仍然认你是儿子 所以他们才要关注 你未来的第二次婚姻 那么第二次婚姻 你的女朋友也好 女朋友的父母也好 能不能接受一下 未来的 就是你南方的 父母的这种要求的 这种接见的方法 因为这件事情 你毕竟还没有征求人家意见 所以呢 我在这里边呢 给您一个建议 答应父母 我争取让他们 给您建议 在你们双方能够见面之后 互相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依然是父子 母主的关系 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这样说可以吗 点头了是吗 可以 我们儿子确实是不太善言辞 儿子对于父母的挑剔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父母也不是完人 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到位 而从父母这角度来讲 来要求我们的子女 希望我们的子女做得很完美 这也显然也是不现实 任何的家庭 父母子女之间 都会出现这样那的问题 关键的是 我在这里边 我也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是吧 来 劝导一下 咱们在座的这对父母主的关系 不管谁对对方有一定的看法 或者是想法 我们毕竟是一脉相同的血缘关系 这个在法律上是断不了的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有坐下来 面对现实 坦露心声 儿女应当向父母说出自己的心声 父母也应当向儿女 阐明我们所担忧的问题 父母没有有人 很久意地想害这种子女 他们的任何的做法 建议和方法 可能效果我们儿女们 不会很接受 但本质上来讲 做儿女的一定要知道 父母都是在为你好 我这样说儿子能接受吗 好吧 希望你刚才给父母道歉 正像你妈妈所说的 是出自真心的 至于说 到底能不能约上女方的父母 跟女的父母见一面 儿子 你表一个态 努力去做一下他们的工作 好吗 这样可以吧 抽个时间 我会跟他父母说 跟着让他们见 可面对儿子的表态 王家父母却发出了 一系列的疑问 这父母这儿的 不是说我来告他们的 我这会儿看见 你有点眼泪是吗 你心里很难过吗 他不在家 让他回来就不回来 你不给我这 不给我那 我什么都不要都可以 你现在一找这几年了 你都不让我了解清楚 他不解决这些事 彻底地给我往火上去 我问你这个 你跟他父母说管得了事吗 你认识他父母吗 认识 你认识 老婆您放心吧 回去做做工作 看看是不是两家人 一块坐下来商量商量 这点事也好说 听着啊 再一个就是说 假如说我跟你妈 我们之间因为你的事了 你也听清楚啊 将来你是回你的房住 就不回 有我在这儿我就回 有我在这儿我就回 你跟你的前妻 能住一个屋去吗 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 我就踏实了 是不是回去住 再婚的话 是不是回去住 他现在是租房住呢 家里有空着房子 家里空着房子 空着房子是个女儿的 我不同意 怎么住 因为是我中修的 是怎么住 怎么住的时候 你回去怎么住 考虑你自己的问题 你回去怎么 跟你的前妻 一到一个屋住去 那叔叔 咱第一个问题先解决了 回头让他先去商量商量 看看这一家人能不能 就是两家人 能不能成为一家人 好不好 这第一个问题 行不行 咱把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如果能成为一家人 我想后面的问题 它都不是什么大事 好吗 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就是咱们老说 父爱如山 我想父爱如山 肯定是有宽厚的肩膀 能够担得起孩子的对错 能够包容他的对与错 叔叔 您的孩子曾经犯过错误 今天来第三条件事 也得到了我们一些帮助 希望咱们宽广的胸怀 能够给他足够的包容 同时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 我要你的孩子 也已经三岁多了 父爱如山 希望你能够担得起 你自己应该担的责任 好不好 让他健康地成长 行吗 节目的最后 我想让你给你的母亲 一个拥抱 给你的母亲一个拥抱 你的母亲从台上 一上台就一直在哭 我相信他自己内心 特别地委屈 你的性格可能 可能是有一些不爱表达 但是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的行为 来给母亲一个拥抱 让他知道 他的儿子跟他在一起 好不好 给母亲一点信心和力量 来吧 母亲这个时候特别期望 他的儿子能够给他 他儿子也有那宽厚的肩膀 能够给他一个依靠 让妈妈知道 你不会因为新的婚姻 你失去了儿子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什么都不要了 以后我不去你了 怎么做法 我怎么做都行 我不要什么都不要了 不不要的孩子怎么能 我怎么都都行 我什么都不要了 行了吧 我愿意让你回家出去 我回不去 我不回去了 行了吧 我怎么都行 多也好的人家 你说你走那歪门邪道了 我哪走歪门邪道了 老说我都爱门邪道 谁还那么硬呢你 阿姨 既然已经成为事实了 咱们就接受 好不好 我不要了 安安安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你说父母养你这么大 如意吗 四十多年 我不要了 不要了不就完了吗 你别生气了 不是就行了吗 左一次气 右一次气 不气了 以后不气了 行不行 我不要了 行不行 我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我对不起 给了一个机会 好不好 来给妈妈一个拥抱 好不好 对不起各位 我什么都不要了 并不是说像刚才你站起那方式 说跟你妈一说个说你放弃这个那个 这不是你的 你不是发的内心的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我跟你这么说 现在假如说当着咱们当着大伙 跟你妈这说好了 开始的问题 我已然给你解决了 等于 伙伙伴的问题 大伙都听着了 是不是 不要 可以给你 以后你回去怎么住 你是回去之不回去 你别让晚吧 老俩为难 这个问题这样 我再出个建议 爸爸已经答应把伙伴给你了 你也答应爸爸争取 让双方父母见面 现在的爸爸提出他的最后一个问题 以后回去怎么住 我是这样考虑 儿子在认错的基础上班 不管他 您认为他是不是真心的 今天在场上 儿子的眼泪至少是真的 这一点我们应当相信的 下一步的生活 是回去住 还是另行租房子住 还是怎么住 我建议咱们兄弟 父亲建议父亲 今天在这个场上 老师 我们不给儿子太大的压 老师您不用说了 这什么也不要 让儿子 给儿子一段时间 让他去考虑 他下一步的生活模式是什么样 行吗 父亲 可以 好 好 也可能真的是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下 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来把这种对立的情绪来激电一下 沉淀一下 可能过不了多长时间 两方的情绪没有那么激动了 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们希望能够早一天那天早一天的到来 好不好 以后啊 你就想着吧 遇到什么事 先跟你妈那探讨一下 你气我 我能冲的路见 你别气你妈 你考虑考虑以后 你的下一步怎么走 什么时候用活本你跟我说去 跟你妈说一声 令人欣慰的是 在节目的最后 王家父亲表示 王先生依然是自己的儿子 希望儿子遇到事情 先跟父母商量 王先生也表态不再惹父母生气 然而对于王先生想要再婚的事情 老两口依然耿耿于怀 新年即将到来 编导正在进一步和王先生协商 如果他真的想结婚的话 不妨带着女朋友回家 给二老拜个年 争取获得家人的祝福